第六頁 第六頁的情形會比我們前面看電路的情形要來的複雜一些原因 是因為 第一個 當我們在談有關電磁場的時候 它會是空間位置的函數 同時也會是時間的函數 它會隨著空間位置改變 隨著時間的變化而改變 第二個 在談到有關電磁場的時候 我們知道電磁場跟磁場其實都是像樣 不像是我們在前面看電路問題的時候 不管是Bodish還是Current 它們其實都是存量 情形會變得比較複雜一點 那一般的原因 我們在光學或是電子光學領域裡面 或者是電子波在空間傳播的時候 如果沒有其他的電荷或是外加的電流密度 或是感應電流密度存在的話 通常我們都稱它是所謂的 最底下 這邊所寫的Source Free 沒有任何波源的材料當中傳播的情形 我們在光學裡面 或是電子光學裡面所處理的 這個光傳播的問題 通常也都是屬於像這樣的情況 所以呢 在這樣的情形 原本我們前面所看的這個Facer Foam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我們在ScaleFacer的時候 其實它會等於 不管是電壓還是電流的正度大小 乘上所對應的相位對不對 那Exponential J5 它本身就會是一個compact number 它本身就是一個負數 那到了電磁場的時候 很明顯的 它會變成是負數的場 原因呢也是因為 Exponential J5的關係 那為什麼我剛剛跟大家講的 因為電廠跟磁場 它們都是具有方向性的 你在XYZ座標底下 電廠它有三個分量 XYZ分量 磁場一樣有三個分量 XYZ分量 所以一般而言 在電子光學裡面通常 我們必須要除一個 是六個 像樣分量的電磁場 所以我們把 這樣子的Facer 稱為是所謂的VectorFacer 有位於我們前面所看到的 那個ScaleFacer 那有關這個VectorFacer的表示是呢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前面我們在講電壓電流的時候 等號左邊 你會看到的情形是 它只跟時間有關 但是跟位置無關 但是你在電子場的情況的話 會是 既是位置坐標的 函數 也會是時間的函數 小寫的R 代表是 好 好 有 所以就像這樣 那這邊你所看到的這個A'x A'y 以及A'z 我們在寫的時候 手寫的時候上面會多一個Hat 一個小的鍵號來表示它是 它在I方向上的代位向量 那這個I自然在XYZ座標底下就是XYZ 在XYZ座標底下就是XYZ座標底下 然後同學可以看到在這裡了 等號左邊 我們用草體字出體字 草體出體字來表示它是 既是空間位置也是時間的函數 同時它是向量 那表示成所謂它的FacerFone的時候 我們用正凱的大寫E跟正凱的大寫H 只跟位置有關而跟時間無關 來表示E跟H 它們各自的VectorFacer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概念 其實跟我們前面在講 電壓電流的ScatorFacer的情況一樣 你把Facer乘上時間像去real part之後 你可以回覆到原本順時的表示式 所謂的順時表示式是包括T 包括時間 那VectorFacer本身呢 跟前面我們所看到的ScannerFacer 不管是電壓還是電流 都沒有任何的時間像在裡面 那對於電磁場而言呢 你需要留意的是 它會是空間位置的函數 所以這個VectorFacer呢 它其實包含了底下三個資訊 前面我們談過的有關Ampitude 或是Magnitude 雖然兩者有點不太一樣 不過 姑且就把它寫成是Magnitude 除了政府大小還有相位之外 還多了一個方向 direction 我們這邊講這個Magnitude 原因是因為 在這個VectorFacer裡面 如果我這樣講 如果同學聽不太懂的話 沒關係 反正也許 後面還會有機會 電場跟磁場的VectorFacer 它們其實都是complex number 它們都是負數 那我們在講負數它的大小的時候 其實會用的字眼 是這個Magnitude 不是用Amplitude 那負數的大小自然會是十分平方 讓人家虛部比方看能耗 那前面我們講這個有關Skynofacial的時候呢 用的這個字眼叫Amplitude 這邊第三頁這邊用的Amplitude 實際上呢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 這個電壓波 從零到最高點 這段距離叫做它的Amplitude 叫做它的政府 所以兩者的概念是不一樣的 英文用詞其實也不同 所以對於這個Skynofacial而言 希望你們都分辨還不然的話 我擔心我這樣講 我覺得可能會越聽越磨磨 好順便舉這個例子 電流Wave它的 飛車縫是I-S 它形成這個I-S 會等於什麼呢 會等於 你看這邊所看到的 I-0成長的是可能一首J-5 我們講5其實是電流Wave它的 效位對不對 前面這個I-0 人單代表的是 電流波它的正幅大小 那這個I-0呢本身 會是一個時數 就是我剛在這個地方跟同學說的 以電壓波這段圖為例的話 那個V-0呢其實是從0到Tick 這一段的高度 它是一個時數 但是呢在 電磁場這個Vector Fasor裡面 E跟H 本身會是Complex Number 它會是負數 那我們要描述它的時候 會用它的大小跟相位一樣 來描述這個 像樣 但這個大小呢實際上呢 它的名稱 在英文裡面呢指的是Magnitude 原因是因為它是負數 你要取負數的大小 雖然中文翻譯都叫大小 但是實際上 負數的大小是十部平板 要蓄力平板太剛好 不是我們剛才前面所看到的 單純的電壓波電流波 它的正度大小 OK 好那所以呢 四個Maxwell Equation 在所謂的Source-free medium 當中 我們寫出它的Equation 是長這些樣子 這個都是同學已經學過的東西 B是 時通量密度 第一呢是電通量密度 或者叫 Electric Displacement 那同理 你把這樣的數學式 帶進來 這四個Equation 碰到對時間的 四個微分 寫 J omega 那當然 那當然因為這個四個Maxwell Equation 寫在這裡的 全部都是 微分形式的 所以沒有任何的積分 所以你沒有任何機會可以寫到 E除以J omega這種事情 好那因為等號左右兩邊 時間項全部都是誰 都是Exponential這個MegaT 所以呢 全部都消掉了 所以寫成Phasor Form Time Harmonic Maxwell Equation 會變成是這四個Equation 你可以看到在這裡呢 全部 正凱 大寫 出題 的符號來表示 E B H D 然後呢 他們全部都是 空間位置的函數 跟時間沒有任何的關係 但是呢 你在 左邊的 這四個Equation 你可以看到 這些物體量 全部都跟 空間位置 還有時間 有關 好 第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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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呢 我就不詳細講了 第七頁 上半部的部分 只不過是把 材料特性 的描述 因為這時候呢 你最常見的會是 看到這個Prizzation Vector 一樣呢 把它寫成是Phasor Form的樣子 那這時候呢 一樣 他們所對應的Phasor Form 是跟時間無關的 是跟時間無關的 那這時候呢 那在更簡單的情況 當你的材料是線性 然後呢 Homogeneous 也就是整個材料當中 Permitivity 跟Permitability 導磁係數 跟 界定係數 都 跟位置沒有這樣的關係 在整個區域範圍內 每一個位置 它的導磁係數 還有界定係數 大概都一模一樣 那Dispersive的意思也就是 材料特性跟 光波的波長 或是頻率 沒有任何的關係 Isotropic 均向性 指的是 材料 特性跟電廠 的方向無關 Sauce Free 代表是沒有任何的電客 沒有任何的外加 電流源 沒有任何的感應電流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可以把原本的 B寫成 μ乘上 H D等於 Ey 那這時候的 μ跟Ey 全部都是常數 所以最終呢 可以寫成 這麼簡單的 四個 以向樣表示 像是 展現一下 以線上來表示 的 Maxway 可以選 到目前為止 跟同學提醒一下 我們在前面一開始的時候呢 在寫這個 有關於電路裡面的 這個Scalar Facial的時候 我當時程的這個 時間項呢 是用exponential jωt來表示 對不對 那一般 在物理跟化學領域當中 比較常用的會是 exponential Fu-I MG-RT 這一點呢 我們在下一堂課呢 會跟同學講